阿喲阿喲阿喲 曾子心滿意足的看著他給蛋哥帶著手環 內心腦捕者與蛋哥結婚的場景 結果 蛋哥小腿突然抽筋 曾子因為蛋哥突然大叫嚇到尖叫了起來 蛋哥也因為曾子突然尖叫而嚇到尖叫了起來 受到了雙重打擊的蛋哥 就這樣暈倒了過去 看著受到雙重驚嚇而昏倒的蛋哥 曾子變得不知所措 是自己和蛋哥昏倒的嗎 如果蛋哥再也醒 Turk 不來怎麼辦 想著想著 兩行熱淚滾滾而出 滴到了蛋哥的臉上 結果 蛋哥依然像死柱一樣的昏睡著 並沒有醒來 呵呵 於是呢 曾子決定去向蛋哥的爸媽求救 但當曾子要走到蛋爸蛋媽的房間門口的時候 門口的一個黑影嚇到了曾子 是誰 為什麼這個時間門口會有人 該不會是小偷吧 曾子躲在牆壁後面偷偷的看 看這個身影 啊 原來是蛋爸在門口櫃算盤啊 看來他應該是惹蛋媽生氣了 這招不錯 之後解婚可以對蛋哥用 曾子默默的做了筆記 做完筆記之後 曾子就準備動身去叫醒蛋爸 曾子悄悄的走到了蛋爸的旁邊 搓了搓蛋爸的肩膀 睡得很熟的蛋爸醒了過來 老婆 你終於要讓我回去睡床上了 了 媽 受到驚嚇的蛋爸就這樣昏倒了過去 曾子幫蛋爸蓋上了毯子之後 就逃回了蛋哥的房間 因為他突然想到 如果告訴蛋爸的蛋媽 蛋哥昏倒的事情 那他偷偷溜進蛋哥房間的事情 不就天下皆知了 於是曾子又回到了蛋哥的房間 回到房間後 曾子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 躲在電視裡偷聽蛋媽給蛋哥練的故事 內容大家都應該猜得到 就是當昏迷的公主得到王子的真愛之吻之後 就會甦醒 聽到真愛之吻各位很興奮啊 想著想著 曾子的臉又通紅了起來 如果童話故事沒有騙人的話 那就只有這個辦法 於是曾子鼓起了勇氣 跑去電視裡找了卡通裡的王子出來 要他親蛋哥 王子傻眼 喂!不對吧! 昏睡中的蛋哥突然說起了夢話 王子激動的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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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不是要用王子 OK? 是要你獻賞真愛的kiss 給欸哥哥 OK? 王子的語氣好像很無奈 喂!為什麼你一臉真的假的的表情 好好好 我知道你害羞 來!你過來 讓王子教你 如何自然 有打防敵 請下去